7月18 看着时间过得真快 不管是日子还是这个每天过的点 一下晃晃又晚上了 9点半了 今天上午去海边逛了一圈 中午吃了个饭 下午回来睡个觉 然后又送着狗出去 前两天把大白送出去 下午把涮涮送出去 现在家里还剩下大黄和小小 怪可怜人的 俩孩子 前两天四个狗还挺乱 现在俩人俩狗了 光是再送一只出去的话 就算寂寞了 其实俩小狗的话还可以 还不是特别乱 后久没去体育场跑步了 然后今天下午吃了饭六点 去体育场跑两圈 现在四百米是一分二十七秒 还可以 好久没泡了 好久没泡了 我来洗个澡看看书的鱼缸 喝水 人一天干不少活 还把我的宝剑擦擦擦 刚才看书呢 看完一本老照片 然后 里边看了一个故事 主要人物就不说了 就是好像一个家里有权有势的一个女的 她父父亲带着其他人都去台湾了 黄万里 黄万里的老婆 黄万里好像是水利专家 然后 黄万里的老婆呢 就为了救他说 他二伯 二伯是到底是黄万里的书 还是黄万里的弟弟 我没看出来 可能是弟弟 我感觉 二伯是在上海银行 还什么银行 我忘了 然后 国民党撤退的时候 要把银行里的黄金撤走 然后呢 他这个家里的二伯呢 就反对 被抓起来 说失意酷刑 然后 找了家里的关系去救他 去救的时候 所以就被枪毙了 被处决了 什么感触呢 就是说这种 历史大潮中的很多人物 其实有一些自己的坚持 这种人类的光辉 如果他真的没有私信的话 只是为了国家 为了正义 想把这些黄金留下 而反对 他就是人类的光辉 我理解 是可以让这个世界变好一点点的一些努力 我觉得很不值 我也不能说 这些做汉奸 或者是顺应 一些这种 失败的政权 就是 对的 肯定是不对的 对不对 肯定要跟着正义的一方走 谁胜利的跟着他走 就是伟大的 不说这个 反正我觉得挺可惜的 名都没有留下来 就是个二败 然后 又看了谁 连战的祖父 明东忘了 他 连战的爹是不叫连镇东 他祖父是在台湾 就是跟着明末的时候 迁移到了台湾 他家迁过来之后 两年 明朝就灭亡了 然后他们就一直拒绝仕途 也不参加科举 在台湾 生活了二百多年 七世好像是 三七二七 不对吧 不知道 反正二百多年生活在台湾 一直到日本占领台湾的时候 说日本占领台湾之后 给了台湾人两年 还是几年的时间 让他们撤离 就是说 如果你想撤离的话 可以 但如果你不撤的话 继续留在台湾 就示威你是日本过敏了 然后 他们家没撤 书上还 还有了些解释 说那时候要撤的话 这个 什么 必须要 要这个 这个大 副大会的人才能撤 反正一些理由 反正大家都没撤 但是连镇东组了 连镇东去 还是去日本留学了 好像还是 还是去美国留学了 留学回来之后 就去了大陆 然后在大陆结婚 送连战 连战是送于西安 好像是 后来可能跟着国民党 又撤到了台湾 那个连镇东是 在政治上很得 那个蒋介石 还有蒋经国的气种 最后 到了一个很高的位置上 连战也被 所以从小就培养 两千年 成为国民党主席 就这么段历史 说啥呢 就说这种 我们这些小人物 在历史中的一些作用 随波逐流 没有什么好 没什么坏 说伟大 需要有机会说你伟大 说你是汉奸 是走狗 就看着历史怎么走 怎么定不下了 挺没劲的 好吧 不论了 好高全国 我 有什么好 走狗 isko 鼻子 走狗 感谢观看